嗨 大家好 我是Teef 然後我現在在Miami 然後那就是在離開美國的最後一天 然後就想說就來錄一下 就是粉底液的實測影片好了 因為我等一下也要出門嘛 就想說化妝然後順便測一下 就是有一整天的 然後再加一點點少的那個Vlog 那我今天要試的是 就是Rimmel的True Match Perfection 然後它是說可以24小時的保持你的水 moisture 就是滋潤 然後它也可以把你的那個毛孔就是霧化掉 就說還有SPF20 嗯 就想說來試試看 不過我不會測到24小時 因為24小時有點太誇張 就是我應該是測到12小時左右 那我的色號是 Soft Beige 就是我會一半臉是用 嗯 Beauty Blender 然後一半是用刷子上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想知道這一罐到底好不好用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然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instagram 就是在那個浴室 然後浴室現在這邊就是很亂 所以就擠一個空間出來 然後我已經用過那個這個 這個是Shiseido的化妝水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接下來要上防曬 就是防曬一定要擦 不管你有沒有要曬黑啊 臉就是絕對不能長半 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擦防曬 很重要 好 接著就把粉底一搖一搖 我不知道到多少了 大概這樣吧 它聞起來好香喔 不是那種香精香 就是舒服的香 然後接著我用Beauty Blender 上全臉 我覺得它上起來很好推 然後 就顏色我選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 黑眼圈不知道遮不遮得掉 黑眼圈大概是遮不到 好 看得出來嗎 這是上完半邊臉 然後它感覺很 水潤 就是不會厚重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我用這個 外面現在很吵對不對 我男朋友在曬太陽 好 然後我接著是用刷子 是用Real Technique的Buffer Brush 好 這一款 好 這邊就是 上完那個 用刷子上 我覺得它有遮掉那個 比頭這邊的 小瑕疵都有遮到 然後 看起來很水 對 我覺得好像用那個美 這個 比較漂亮 妝感比較漂亮 目前為止我還滿 滿滿意的 遮瑕度的話 因為我的黑眼圈就是已經是 太可怕的黑眼圈了 所以 我就對這個不苛求 可是我覺得它很薄 然後 然後 也真的不會厚重 嗯 目前為止還滿好的 那 我接下來會上那個 遮瑕膏 遮瑕膏 我用的是Naked Urban Decay Naked Skin 的 遮瑕膏 然後顏色是 Light Bublist 遮瑕之後我會上一點蜜粉 蜜粉我用Hourglass的 Dim Light 就是我只上遮瑕膏的地方 然後掃一下 這個粉底液的續航力怎麼樣 那...就... 等一下見 好OK那我現在就是化完整個妝 然後就其實只是 上睫毛膏跟腮紅 還有打亮跟一點修容而已 那我覺得 這個妝就是 底妝也不會很厚重 然後這個 看得到嗎 這個遮的毛孔也 就是遮得很好 然後現在時間是 10點35分 早上10點35分 那就是 我會去...現在我要去曬太陽 然後之後 下午要去逛街 就是也有一連串活動 然後Miami這邊也很熱很悶 我覺得氣候也蠻很像台灣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很適合做那個影片 那...就到時候再看看囉 嗨 現在剛好是... 呃...一個小時 那就來看一下我的妝 看得出來... 我覺得還不錯耶 因為我這邊鼻頭有流汗 然後其他地方... 維持的應該... 還OK 因為這有點太亮 我現在有點看不到 然後... 對...我現在在曬太陽 今天是... 看得到嗎 現在時間是11點45分 所以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又一點點 然後... 到時候有在... 就是我的妝有在update的 就是...再過幾個小時 我再給你們update 好... 就這樣啦 我要下太陽了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 mall 在... 離我們家大概... 30分鐘吧 然後現在在下... 做我的私底 然後... 呃...我看一下我... 這邊鼻子好像... 有一點脫妝 然後... 我覺得這邊好像會很乾耶 就是... 我覺得鼻子這邊還是會很... 很乾 然後有一點... 緊緊的 不知道... 不知道等一下會怎麼樣 現在... 現在是... 1點50分 為什麼突然不知道... 去 recognizes 去年輕人還是太在座位了 在旁邊嗎 我們現在來 Tiffany 然後... 前幾天訂了東西要來拿 是要送朋友剛出春的寶寶 東西 然後 這邊很漂亮 OK 要抓到嗎 漂亮了 這個帽很大在那個 BOCA 是個很大的夢 好嗎 我們現在剛逛完 Sephora 還有什麼 我買了一雙球鞋 然後還有 在一家Paxon 然後買了一些東西 呃 再等其他課 然後 欸我好了 然後 看一下 裝 好像還OK 可是其實 這邊已經有出油了 我現在時間是晚上的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 9點03分 就是快11個小時 那 呃我已經準備要卸妝了 所以就來看一下 我的妝怎麼樣 我覺得 這邊其實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顯 那個會有一點小脫皮 然後可是這邊 我平常是兩頰容易脫皮 可是這邊沒有脫皮 但是 這邊就是會開始脫皮 然後會有一點那個 白白的 像是那種 白白一粒一粒的 叫什麼 白芝麻 就是PTT上面有人說 這是白芝麻 所以就有一點點 那我是完全沒有補妝 我覺得 第一我買才5塊美金 就是台幣才 不到200塊 然後我覺得他的表現 其實已經很優秀了 就是 嗯 像我今天就是 冷氣房 然後 曬太陽 然後 今天又下雨很潮濕 就是 整個就是 一直戶外室內戶外室內 溫差其實蠻大的 然後他還 持妝效果真的不錯 而且就算有一點出油的話 嗯 也 不會完全就是 破壞你整個 妝 然後 鼻頭這邊有一點出油 可能拿衛生紙壓一下 就 好了 然後再補一點 但我是完全沒有補妝 所以 我再 我再拍一遍 就是 以這罐 粉底液才5塊錢來講 就是5塊多美金來講 你 就是 只要稍微補妝一下 他的那個妝感其實就維持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 而且 你看 我今天是遮瑕膏跟粉餅都是用專櫃的 所以我覺得 你買便宜的粉底液 但是你的粉啊 可以用好一點點的 而且我這邊完全就是沒有上粉 他也不出油 不過我的皮膚是乾性的喔 騙 蠻乾的 所以也是要看你 嗯 個人 的 膚質來看 因為他的出油狀況真的 我覺得很 很少 所以 我還蠻推薦如果你是中性肌膚 或是 偏乾肌的都可以使用 不過等我回台灣之後 我可能要看看就是 台灣那麼熱 就是超級無敵熱的天氣 可不可以就是適應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我們花這個錢真的很值得 而且才5塊美金 那今天這就是我大概快12個小時的實測 對不起我沒有測到12個小時 因為 我還蠻累的 就是 今天一回來就忙著收行李啊 什麼的 那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錄Vlog 那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就是我錄的就蠻懶的 然後 希望我今天 剪接的 到時候剪接的也剪接不錯 那 就這樣囉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之後應該也會有一些實測 或是小小的生活的Vlog 因為我覺得 錄Vlog還蠻有趣的 只是 要在大家面前講話 我會有點害羞 那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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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掉 你會不會掉